按住我查一下子 这边有四个选项 这个黄的线搭坑了吗 我可以对焦到口可乐上 直浪到我们的电视机前面 全新的卡拉OK的效果 咪嫂想要跟我一起happy 全新的动画 整个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它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动画 咚那一下 放大了之后 这边有一个裁切 给它取消了 射线来了 你抬起来 直接就能看到国富城 快来一接触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整理出来的升级完 iOS17之后 一定要使用的 最核心的 最好用的功能 给我们说 让我马上来开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控制中心 我们下拉之后 当我们连上我们的耳机 连上AirPods 或者是HomePod的咪咪 或者是Apple TV的时候 这边 它会有一个蓝色的标志 就非常的醒目 大楼远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连到了哪个设备 我们这个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看 在线小店人的时候 就会更加担心一点 点击一下子之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选择 另外整个控制中心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设计 大家看手电筒 还有Apple TV的有空气 原来的手电筒 细长的 现在变成短粗的了 原来的有空气 细长的 现在变成短粗的了 变化大不大 而且我们的Apple TV 打开之后 整个线条更加粗了 然后按钮是跑到了右边 跟我们正常的Apple TV的有空气 是一样的 大家看正常的Apple TV的有空气 小电视 这个按钮是在右边 现在新的设计也是放到了右边 原来是在左边 所以整个操作逻辑有一点混乱 但是在iOS时期 进行了同步的钢琴 所以用起来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另外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大家看 咱们Apple TV的有空气 是Utop C接口的 另外当我们使用听歌识取的时候 CZM用它来听歌识取的时候 可得死 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动画 这边有小的波浪线 告诉我们它正在听歌 而当它成功的识别出来一首歌曲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动画 Drawn 那一下 Widehase Inception trailer 那个预告片的主题曲 它马上就识别出来了 做回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CZM它的logo 然后按住之后 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这边还有一个Apple Music 直接一点就可以在咱们的Apple Music上进行播放 非常的方便 另外控制中心的AirPods连上去之后 如果我们的AirPods更新到了最新的固件 这个我会稍后再说 我们更新上去之后 在这里我们按这边 这边就有一个全新的自视影了 它就会根据我们身处的环境 自动的调节降噪和通透模式 而且我们点击之后 整个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对话感知 当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设置为了降噪或者是自视影 当我开始BB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切换成通透模式 而当我BB完之后 它又会恢复为原来的模式 这里面要注意 一定要我们自己BB 对方BB的时候是不行的 对方在外面BB半天 它是不会改变的 只有我们自己亲口开始BB的时候 它才会进行切换 控制中心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找到 我们的Apple Watch了 点击这个之后 这边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十字键 看相机是不是水平的 但是现在Apple给我们新增了一个水平仪 当我们捶着拿着我们的手机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小的黄的线 大家看到吗 当我水平拿好了之后 它就变成黄线了 而当我稍微手机歪了一点 它就是出现了三根断线白色的 而当我们手机拿稳了之后 这个黄线它会自己叉叉消失了 不会让它遮挡我们的画面 让我们更好的拍摄方向 苹果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另外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整个照片的分辨率了 这边大家看RAW Max 在这里我们可以快速的开启 或者是关闭这个RAW Max 或者是我们按住 查一下子这边有四个选项 RAW Max Heave Max RAW 12 Heave Max就是4800万像素的JPG的图片格式 RAW 12是1200万像素的RAW格式 Apple ProRAW 然后这边RAW Max 就是我现在这个选择 就是4800万像素的Apple ProRAW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选择 开启或者是关闭都是可以的 这个设置我们可以进入设置 然后进入我们的相机 相机这边 格式RAW与分辨率控制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开启或者是关闭 我是选择了开启 然后在这里默认的专业的格式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它哪个是默认的 Heave Max 最高4800万像素 ProRAW 1200万像素 Pro Max 不是Pro Max Pro Max 最高4800万像素的 然后这里边 非常贴心的 还告诉我们各个格式的 它的容量的大小 如果我们使用4800万像素的ProRAW格式的话 每张照片它会达到75个MB 而如果使用1200万像素 就会缩三分之一 我这个量子力学学的挺好 算非常贵 25个MB 而如果我们选择Heave 4800万像素的话 它会达到5个MB 容量非常的小 但是分辨率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今年 阿芬15上苹果重点宣传的 iPhone15的主要的媒体 苹果通过转件 直接给咱们更新了 咱们这些老用户免费就可以用到 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Apple 另外这次iPhone15发布会上 重点介绍的人像模式 就是我们拍完了之后 再进行对焦 再进行景深的控制 这个功能 原来在我们老版本的阿芬上 也可以使用 就比如说这种人像照片 我们点击编辑之后 大家看 我们可以方便的进行对焦了 现在对焦到了熊海子 我可以对焦到口可乐上 咔嚓这边就虚了吗 或者对焦到这个杯子 都是可以的 放大了对焦 我对焦到这都可以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景深的控制 这边有这个光圈的大小 现在是默认是F4.5 我们来一个大光圈 OK 这边 这个模糊的效果 非常的明显 大家看这边 我耳朵 这种虚化的效果 可以非常好的进行控制 苹果在发布会上 大力宣传的功能 原来是一个软件上的功能 而且还不是iPhone15独有的 咱们这些老用户 依然可以方便的享受到 这一个发布会上重点推荐的功能 Apple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感动了都湿了 另外说照片了 咱们就进一步来说一下照片 这个照片现在 Apple真的是 也是非常的贴心 比如说我们随便选择一个 选择咱们安娜 当我发现我想放大看 放大了之后 这个用作壁纸 这不是非常的完美吗 这个大小 这时候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哪去了 稍微等一会儿 大概这边有一个裁切 点击一下之后 直接就按我们刚才缩放的大小 直接就进行裁切 非常的方便 另外照片的另外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把这个照片给它删除了 然后我们进最近删除 现在当我们想清空 这个最近删除的这个文件夹的时候 我们点击选择之后 原来是分成了左右 现在缩到了一个三个点 我们可以选择全部恢复 或者是全部删除 我们点击全部恢复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Add Drop了 我们的Name Drop 两台陌生大分 他俩在大街上见面之后 我们现在不需要再说乱七八糟 直接俩人就逃出来手机 互相这么一接触 互相这么一顶 咚的一下 大家看这个冬瓜非常带进 这个就是Apple引入的 引力波的这种动画特效 非常的漂亮 咚的一下 而且它有声音的 快来一接触 哇 这个细节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切换 我们的名片 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使用 Add Drop 进行照片的分享的时候 就更加的方便了一点 我们直接点击分享 咱看这边又有个非常贴心的提示 尝试将此iPhone的顶部 靠近另一台阿芬 我们直接这么一顶 咚的一下 直接就隔空投送了 非常快速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锁屏界面 现在我们的实况照片 终于又可以设置成为了我们的壁纸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这种 当我们一打开 直接就播放这个动画了 直接就播放这个照片 非常不错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其他 比如说这种 我们直接分享 用作强制 左下角大看 它会提示我们 是否将它进行播放 点击播放 这动起来了 这就OK了 锁屏 一亮 动起来 停上手机放到这里面 然后一抬起来 直接就能看到过不差了 另外当我们把这种人物照片 设置为了背景的时候 我们按住一下的 自定义 然后这里边有样式切换 这种人物照片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设置背景 渐变的背景 这种无缝的背景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颜色的设置 我们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设置颜色 单色无缝背景 多漂亮 黑白的 两种颜色 都可以 原来的照片是黑色背景 我们点击这个之后 智能的直接就点亮了 整个场景都被点亮了 直接变成了白色的背景 锁屏界面最大的一个更新就是 它推出了 直冷我是standby模式 我们把手机给它直冷起来的情况下 无论是MagSafe充电 还是使用lightning 只要这么一连接 在这个锁定状态下 咔嚓一下的 咚咚的一下 它又进入了智能模式了 standby模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充着电了 这个小标记 这是两个小组件 我们可以随便的来进行调整 这个时装 天气 还有这个音乐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播放 然后我们还可以左右滑 换这个模板 这照片 还有这种时钟模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闹钟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调整 现在时间8点07 另外在这个直冷模式下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carray 比如说carray 嗨carray 给凶孩子打电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了 当我们大晚上要睡觉了 要上床了 这时候我们把灯关闭之后 它会进入夜间模式 就是我们Apple Watch 那个模式 红色的 非常bluetiful的界面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全都是红彤彤的 非常的明显 当我们来电话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听到全新的铃声了 我们进入设置来看一下 声音与触感 这里边电话铃声 大概原来是这样的 什么倒影 波浪 灯塔 顶峰 辐射 海边 欢乐时光这种 但是现在全部变了 变成了啥 变成了这个庇护 厨房 顶棚 故事间 还有四大天王黎明 没有国库城比较遗憾 但是还好 我们看一下 到下边有这个小啾啾 我们听一下这个庇护 等等 我们再来听一下厨房 有一种未知的机动 顶旁 而且当我们设置闹铃的时候 原来让我们心脏照顶的那个声音 也是被取消了 比如说20分钟到中 之前我们设置的默认的铃声 就是这个雷达的声音 但是现在给它取消了 射线来了 比之前温柔了很多 有点像刚才那个 那我们设置睡眠定时的时候 这个闹钟 它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都是原来的这个什么早期者呀 虫巢 这个没有被取消掉 非常不错 不光是我们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在声音与出感 出感这边 这个出感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选择了 始终震动 或者是在静音模式下 才让它震动 或者是静音模式下 不让它震动 或者是永远不震动 我们都可以进行选择 另外在这个主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小的小组件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互了 直接进行播放 一点 它拨了 我们直接在小组件就可以进行控制 另外一个 当我们脸上AirPods的时候 这个背景是白色的 而当我们把它设置为黑色 深色模式的时候 再让它靠近 一打开 这个界面也跟着一起变成了黑色 非常不错 而这个小组件里面 现在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造型 十一中三 经典的App Watch那个造型 而当我们播放音乐 或者是看在线小电影的时候 我们一靠近我们的HomePod的秘密 或者是HomePod一代二代 或者是Apple TV的时候 它上面就会弹出一个提示 来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想连接 想连接的话点我一下 这都可以 而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首先这个界面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有了联系人海报 所以要突出我们的联系人海报 所以整个这种键盘 移到了下边 这几个直接咔嚓往下 这样改变之后 我们单手操作起来 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而这个联系人海报 我们点击这个编辑之后 然后在这边点击编辑 这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了 联系人的照片随意来进行选择 选择其他的照片 随意来选一个都可以 或者是表情符号 这种东西 样式都可以进行选择 联系人照片是这个上面 然后海报 我们点击一下子之后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 方便的选择我们的背景 都可以非常方便进行选择 因为当我们进行FaceTime通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下拉控制中心 在这里点击左上角视频效果 这里面有一个反应 把反应给它打开了之后 当我们跟对方通话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哎呦 比如说double 你非常呆心 它就有全新的动画 单手双手都可以 yes 不好 它都可以 yeah bilibili i love you 这个可可以 这行不行 这个行吧 国际通用的手势 宇宙通用的手势 i love you i love you 而且现在iPhone可以搭配Apple TV 进行FaceTime 点击上去之后 可以选择用户 这时候手机上会弹出一个提示 点接受 O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相机 直浪到我们的电视机前面 这边会显示 iPhone已经就绪 而且还可以同波共享 把我现在看的这个Apple TV 或者健身的这些项目 App 都可以跟它共享 桌下来之后 这边还会有一个小的屏幕 我们可以布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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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屏浏览 这都是可以的 通完电话 我们再用一会儿这个信息 爱马萨机 在这里 整个界面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点击这个加号之后 原来乱七八糟的这个结构 现在统一成了这边 大概什么相机 照片 音频呢 都可以非常快速进行选择 然后这些我们按住之后 是可以拖动的 那拖动的时候 手机还会有一些震动 另外这边有贴纸 之前我们添加的这种贴纸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 就是贴上去 如果对于这个内容 TES的内容 我想要贴上去 怎么贴不上去 这就贴上了 我们可以贴 当然也可以直接发送 而这个贴纸 我们在照片里面 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抠出来的 随便找一个这种 帅调查的照片 真的有点帅调查了 我们按住 咔嚓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添加贴纸 点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添加进来了 然后按住 咔嚓咔的一下 我们可以进行添加效果 外框漫画 立体 闪亮 哩哩哩哩的 点击完成 这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们按住之后 还可以重新排列 我们就可以进行移动 乱七八糟的 当然我们在这个短信里面 可以直接点击加号 然后在这个照片里面 进行方便的选择 然后进行编辑就可以 另外这次iOS17里面 还有一些小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App Store 当我们切换账号 重新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输入 账号和密码了 直接点击登录 点击之后 他就问我们 你是不是这个iCloud账号的主人 如果是的话 我们直接点继续就可以 还有一个全新的动画 正在登录 OK 这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辅助功能 触控触感触控 这边新登录一个快 原来只有快和慢 那现在这个快和慢 变成了默认和慢 来了一个更快的 现在默认就是过去的快 它俩速度是一样的 慢 而现在这个快和原来的快 所以当我们在主界面 按住一个文件 开启更多选项的时候 会更加的快速一点 更加的方便了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设置里面的AirPods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AirPods之后 这边有什么个性化音量 对话感知 降低高音量 这些都可以进行单独的设置 而这个个性化音量 就是当我们听这个音乐 或者是在前小电影的时候 如果周围的环境突然变得非常的嘈杂 它就会自动的提高这个音量 让我们获得最佳的熟听体验 另外这次还新增了一个静音和取消静音的功能 可以设置为按一下 或者是按两下 这样来电话的时候 我们想要静音的时候 我们不方便说话的时候 不方便鼻鼻的时候 按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开启静音 或者是取消静音 具体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那个视频 然后这里边现在最新的固件的版本 是A301 6A301 升级的方法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AirPods连上一次手机之后 把它再放入我们的充电盒之内 放进去之后 然后放到手机旁边 一直给它充电就可以 充个一年半载就可以 如果大家真的是充了一年半载 还没有升级的话 大家可以去天才吧 找一下那个天才 可能是这个AirPods 它本身机器坏了 正常情况下 咱们只需要等20分钟就可以完成升级 自动的 还有我们的Apple Muse 这个界面也是孵空的了 而我们在车里面使用这个Apple Music的时候 大家看在这里我们点击 然后在这个下边 这就有一个这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 同一波共享 这时候在车里面的另外一个用户 直接拿它的这个相机 你扫 再有提示了 Connect to Henry Names A Car 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这时候我们的手机 它就会提示 KH想要加入我的这个车 想要跟我一起Happy 我就点击OK你来吧 那连接上去之后 乘客的手机上面 他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大家看 Henry Names Car 点击一下子之后 还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 然后这位乘客想听一下 他自己想听的 比如说这个一波 车里面就播放了 我也可以控制 他也可以控制 互相控制 他暂停 我也暂停 我波 他也波 融为一体了 而且这位乘客完全不需要付费 只要一直坐我车里面 他就可以一直免费听这个Apple Music 一亿多首歌曲 只要跟我在一起就可以免费的听 而当我们跟Apple TV搭配的时候 又可以体验到全新的卡拉OK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随便播一首歌曲 这里就有一个摄像头了 我们选择视频之后 还可以选择这个效果了 恒星啊 迷雾啊 迷魂 双人都可以 不可以在家里面享受卡拉OK了 Look at you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沙发雷了 这个沙发雷这个更新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好用 那当我们使用这个无痕浏览进行浏览的时候 大家看我这样浏览一个网页或者是看一个在新小电影 我切出去了当我再重新打开的时候 它必须要进行FaceID的验证 就是除了我之外 谁都不知道我在看哪些在新小电影 可以非常好的保护我的个人隐私 而且我们在这个设置里面 可以进行设置啊 设置沙发雷 隐私与安全性 这边需要使用FaceID 面容ID解锁无关流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非常方便的开启或者是关闭 OK那这些呢 就是iOS17的一些主要的变化了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点能够接触 继续观看 走吧 走吧 拜拜